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地位 是大太太吴月娘的丫鬟为首 可在席上 所有人都捧着潘金莲的丫鬟庞春梅 原因无她 因为庞春梅不好惹 府里的人一旦冒犯她 她立刻破口大骂 西门庆有偏薄处 她也敢当面批驳 仔细一想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软弱的人往往被人欺 不好惹 反而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 所以人 宁可做狼 也别做羊 狼凶猛强壮 无人敢欺 羊天生温顺 任人宰割 狼懂得保护自己 羊总是伤害自己 软如绵羊 只能任人宰割 作家周国平在《当你学会独处》一书中 讲过一个无赖的故事 这个无赖曾向朋友借回一笔钱 承诺几天后还 几天后 朋友催他还钱 他却面色不快 理直气壮地说 你怎么这样计较 才几天就来避债 朋友尴尬一笑 心想 是不是自己过于苛刻 便按下不提 在之后的几年里 无赖买车买房 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一日 朋友的母亲生病住院 急需用钱 不得已去讨要 结果无赖却嚷道 你怎么这样计较 多久了还念念不忘 最后 无赖不仅没有还钱 而且逢人便说 他的这位朋友吝啬计较 不可伸脚 杨将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 写过这样一段话 有时候 你存心做一个 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 人家就利用你 欺辱你 你大度忍让 人家就侵犯你 损害你 人性就是如此 你越是步步退让 对方越是肆无忌惮 太过软弱 只会任人宰割 处处被拿捏 作家百邦尼一直有一个愿望 希望能回到过去 给自己耿耿于怀多年的事情 换一种结局 小时候的他矮矮胖胖 做事笨手笨脚 在一次体育课上 有个男同学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拿一个篮球丢在他的头上 他虽委屈万分 但选择了忍气吞声 然而从那以后 那个男同学便和他的小团体 把他当作了瘦细胞 体育课上 男同学嘲笑他跑步姿势 还让他去捡球 但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反抗 而是下课后跑到角落 一个人默默哭泣 被欺负久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 以至于他从小学到大学 都抗拒上体育课 甚至到现在 都害怕在别人面前做运动 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时 他都会问自己 如果当时还手了 是不是就不会有 这段屈辱的回忆了 电影《黑名单》中 有句经典台词 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 就是因为 你让人觉得 在你身上做坏事 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 有的心注定物不热 有的人注定胃不熟 你越软弱 人家越是不把你当回事 做人善良没有错 但是要有智商 你可以不伤人 但要有防备 你可以不扎人 身上要有刺 毕竟人心太复杂 不知道何时就被算计了 偶限狼性才能保护自己 曾有人问孔子 以德抱怨何辱 孔子曰 何以抱德 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别人欺负了你 你却试图用道德来感化他 他不会感激你的仁义 反倒觉得你是惧怕他 因此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一味地孤息容忍 偶限狼性 亮出獠牙才能保护自己 王阳明十三岁时 生母正式去世 父亲续贤 继母对王阳明心有嫌隙 所以处处找茬 稍微有一点小错 就重罚他 王阳明对继母处处礼让 但是继母却不依不饶 变本加厉 忍无可忍的王阳明 便想到了一个招 他知道继母信仰佛教 有一天半夜悄悄起床 把原本放在客厅里的茶杯 挪到了佛堂门外 继母见后 怀疑有邪碎作怪 第二天 他又买只乌鸦放在继母床上 继母整理床铺时看到后 确信有鬼 赶紧请了乌婆占卜 而乌婆早已被王阳明买同 王状元前妻对自己儿子 遭人虐待甚是生气 便上告天地 现在天地派遣阴兵下凡 拘捕你的魂魄 被中的怪鸟就是阴兵的化身 继母听后 吓得脸色发青 赶紧下跪谢罪 自那以后 继母再也不敢苛待阳明 甚至对她视如己出 俗话说 虎漏威严舌必善 鹤若亮爪应也怂 人这一生 既要有菩萨低眉的修养 也要有金刚怒目的手段 一旦有人得寸进尺 蹬鼻子上脸 就要想招应付 宽容有耻 忍让有度 你就会发现 身边的坏人 会变得越来越少 人啊 谁曾经不是温顺的小绵羊 若不是经历过伤害 受到了欺骗 怎么会变成凶狠的大灰狼呢 若不变 伤痕更多 只能变冷漠一点 无情一点 才能保护好自己 不受人欺负 现实的社会 人心难测 你不仅要善良 更要冷淡 善良留给懂得感恩的人 冷淡要给不怀好意的人 一边是恶 一边是善 一边是热 一边是淡 这样做人 才能少些伤害 宁可做狼 也别做羊 心理学家 武志宏 曾经说过 我们总是习惯 谈牺牲 习惯 谈忍让 总是担心会伤害别人 也怕自己会受到伤害 但现实是 成年人之间 谁也不容易摧毁谁 而当别人敢知道 你是一个不好惹的人时 你反而容易得到尊重 也容易荣获好的关系 作家婉晴 在上海一家公司实习时 曾碰到过一位 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同事 他是老板 从华尔街挖来的大牛 为人处事 直来直去 谁没有做好事情 他会立马指出 并且言辞犀利 往往说的听者面如死灰 哪怕是面对老板 可结果 老板会自嘲说 越厉害的人越有脾气 身为老板 要有容忍之量 而且老板还打算 给他特权 但大牛毫不领情 你这样做不对 规矩要适用于每个人 谁都不能例外 这么一个不给人 留情面的人 同事们 是不是会特别讨厌他呢 婉晴却说 不不不 我们都很喜欢他 曾看到过一个 有意思的调查 一个一团和气 万事都说好的人 一个棱角分明 桀骜不驯的人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位网友解释得特别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棱角 这个棱角就是一个人 所带的磁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就像磁铁 总会有吸引和护斥 老好人因为隐藏了 自己的爱与赠 而把自己变成了一块 没有磁性的木头 如果各个磁铁都找到 跟自己同类的磁铁 而扎堆时 孤零零的一块木头 又跟被人排斥 有什么区别呢 软绵绵的羊 最终成为餐桌上的美食 而凶狠的狼 成为了原野上的王 只有你把自己当回事 别人才会把你真正当回事 其实 人都是从羊到狼的过程 经历过杀害 遭遇过背叛 才知道小心谨慎 现实 逼的人一点点成熟 压力 破的人一点点坚强 人要做狼 不做羊 就得带点狠劲 狠一点 不然谁都看你好欺负 狠一点 不然谁都来占你便宜 做一个不好惹的人 保持善良 但绝不软弱 可以宽容 但绝不纵容 宁可狠心 也不伤心 总结 现实的社会 人心难测 你不仅要善良 更要冷淡 淡然 善良要留给 懂得知道感恩的人 冷淡 要给不怀好意的人 远离他们 一边是恶 一边是善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边是热 一边是淡 无所谓 便无所畏惧 这样做人 才能少些伤害 人啊 曾经都是温顺的小绵羊 经历过伤害 受到了欺骗 才会变成凶狠的狼 如果我们不变 伤痕更多 伤害更多 冷漠一点 无情一点 只是我们的保护手段之一 把爱展现给值得展现的人 而不是任何人 很喜欢固承的两具小石 玫瑰 佩戴着锐刺 并没有因此变为荆棘 它只是保卫自己的春华 不被野兽们蹂躏 伸出棱角 长出尖刺 不是为了伤害别人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正如余华所说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 当你变得不好惹时 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